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知道今天跌的多不多 今天虽然跌121点 可是今天除权的公司 光是今天除权的公司 就扣掉40点了 就靠40点点啊 所以今天理论上应该是从 负的40点开始计算 所以把除权的圈值扣掉40点 今天大概事实上 数字上今天要下几点 80点跌80点 那跌80点里面你看哦 今天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跌3块钱 占掉了26点 第二个全职股 第二名全职股鸿海 跌3块半 也占掉了20点 另外一支 全职第三名的台塑化 今天跌5.8% 5.8% 在全职股里面 它的点数也占了21点 你看台积电占了26 鸿海占了20 台塑化又占了21 那只有这3基加起来就 跌几点了 就占到68点了 就跌到68点了 就跌到68点了 68点再加上今天除权的40点 那总共就多少了 就108了 就100.8点了 那今天120点 也就是说 其他股票加总起来 才跌多少 才跌12点而已 才跌12点而已 这样懂我意思没 所以重点不是指数 而在什么 重点在个股啊 重点在个股啊 联电涨停 有没有看到 6116财经 今天也大涨 2409尤达 今天也大涨 所以指数不是重点 基础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买什么股票 我一直以来 一直告诉你们 你做指数 那就没办法 指数波动跟你 是绝对关系 你如果投资的是股票 重点都在选股上面 重点都在选股上面 这一点你一定要记得 不要每次看到一跌 然后就被吓到 好像一跌 全部就要跟着一起毁掉一样 不是那么一回事 相同的涨的时候 也有很多跌的股票啊 选股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股市的部分 昨天欧洲 美国是下跌的 道琼跌98点 可是你仔细看 0.4%而已 NASDAQ跟费城办导体是比较多的 因为Google被罚了 大概要缴800多亿台币 好恐怖啊 一个罚款就800多亿 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全面都绿色 可是你仔细看 南韩0.3 日本0.4 香港0.5 新加坡才一点而已 大陆本来波动就很大 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今天 亚洲股市其实 波动没有像我们这么大 波动没有像我们这么大 亚洲股市其实都 还蛮小的波动 有跌那个幅度 也都还不是太大 所以你不要被这120点给吓到 这点很重要 选股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联电涨停 我联电在节目里面 已经讲了三天了 我联电在节目里面 已经讲了三天了 我们今天 强棒初级推荐的股票 也是友达联电 也是友达联电 我连续这三天 是不是一直跟大家讲 外资在大换股 要注意哦 外资在大换股 他左手卖 右手买 你要看他买的方向 是在买什么股票 连续两天外资在买金融股 连续两天外资 还有在买什么 在买面板股 还有在买低股价净值比 低股价净值比 联电 连续值十七块 股价只有十三块 这就是低股价净值比 那外资开始往这方面去搜寻 把涨高的股票卖掉 去转到低股价净值比 去转到银行股 转到底部股 代表外资在做避险的动作了嘛 代表外资在做避险的动作了嘛 那这个想法是不是如同 林何彦在节目里面一直跟大家讲的 指数越涨越高 不是退缩 而是要考虑到 怎么样去选择 既安全又能够大赚的 是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很清楚 完全没有涨的股票 完全没去的股票 加上股价净值比 这么多 你看外资连续几天 外资连续几天 都在大买 昨天买了两万七千张 礼拜一买了三万六千张 礼拜五买了六万五千张 我讲三天了 我在节目里面讲三天了 外资一直在买 提醒你们要注意 今天指数跌一百二十一点 连续飙翻天了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重点就是在选股 今天友达 开盘就七%了 收盘四% 这个太少啊 太少啊 昨天晚上 友达的AD 大涨12% 友达AD 昨天晚上大涨12% 但收盘剩下涨10% 友达AD是什么 是友达在美国挂牌的股票 美国的 友达的海外股票 海外股票都涨12%了 国内怎么只涨这样子而已 所以这要不然结束 没有那么快结束 昨天友达为什么 海外的ADR会大涨 因为传出来 南韩 LGD 热金 全世界第二大的面板厂 它的8.5代厂 出问题了 公安意外 有人死伤了 所以被迫停工检查 这个停工下来 搞不好会停的快一个月 那搞不好会停快一个月 第三季开始 现在已经六月底了 第三季开始进入面板的出货旺季 在进入出货旺季前 竟然出现这样的被停工的问题 友达群创 大利多啊 大利多啊 这种大利多不是一天两天 会转班掉 友达群创会因为这件事情 而转班掉 今天这个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这是一个开始而已 你看友达 外资也是一直在加码 光是六月份 外资三大法人买友达 已经买多少 已经买27万张了 已经买了27万张了 我在这里建议大家买的 12块钱到今天14块4 22% 两星期22% 两星期22% 你有没有赚到 我天天讲天天讲天天讲 你有赚对吗 现在全市场 只有林和宴在讲友达群创 全市场只有林和宴一个人 带我的火圆 带我的观众 一起在买友达群创 还有人说 有这种老骨 这种大骨大牛骨 大牛骨 怎么会带人家去买 大牛骨就不能买 大牛就不能买是不是 这也是大牛啊 大牛就不会长是不是 你有没有看过火牛症 有没有看过火牛症 牛凶起来是很凶的 牛凶起来是很凶的 田丹复国 当年就是靠火牛症 帮他复国的 就是靠牛 靠大牛老牛 靠这大牛 派起来帮他复国的 所以不要小看牛啊 不要小看大牛啊 我这几天一直讲 友达群创的赶快归队 这刚开始而已 这才刚开始而已 LGD的场被停工检查 这绝对是大力多 你手中有友达有群创的 赶快来找林和彦 你不要陷到人哦 你找别人 别的老师一定叫你赶快卖掉 你找林和彦 我会带你做一个大波段的行情 我们会赚很多 我们会赚很多 你单兵作战很孤单 我们团结是力量 团结也是一支部队 我们到底来赚多少钱 有友达有群创的 赶快来找林和彦 3481的群创 我叫你们13块6月 6月14号 建议你们13.6买的 今天16.6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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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指数在万点就没有标股 不是标的你看 不是标的你看 对不对 不是一样标给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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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万点上面就没有标股的 有达群创 有持股的 赶快来找林和彦 我们一起来赚大钱 我们到底来赚大钱 彩晶今天也不错 一样是面板的彩晶 今天也不错 载板中的新高楼 外资在6月份 天天买天天买天天买 在你不知不觉中 彩晶外资已经买了10万张了 今天8.93 听清楚喔 彩晶只要9块钱 彩晶只要高颗银这条线 高颗银这条线 一站起会喷喔 会喷喔 彩晶注意喔 彩晶一定要注意喔 还有谁像友达群创这种 在万点之上 还有谁像友达群创连电一样 在万点之上在喷出的 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 还有谁像友达群创连电一样 在万点之上做喷出的 知不知道 不知道喔 我当然知道你们不知道啊 没关系 这个礼拜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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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礼拜六 七月一号 早上在中立 下午在台北 我有两场讲座 我要请你来听 我要邀请你来听 演讲主题 万点撑干跳 那演讲主题 万点撑干跳 我为什么取这个主题 你知道跳高世界记录有多少 你知道吗 跳高的世界记录 2米45 最高跳的人 跳高 2米45 那撑干跳呢 撑干跳的世界记录 6米14 一个2米 一个6米 代表用点工具 用点技巧 你能够跳更高 指数在万点 只要你方法用对 用点技巧 你一样可以找到 会大涨的标股 你一样会找到 大涨的标股 所以这两场讲座 也是一场 教学式讲座 我花30分钟的时间 我花30分钟的时间 把我30年 选标股的心得 来教你 30分钟时间 教你选标股的方法 这是一场实战的讲座 我把30年的功力 传授给你 保证把你交到会 保证把你交到会 今天开始接收预约报名 报名专线 02 2392 3988 报名专线 02 2392 3988 今天开始接收预约报名 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来的 我希望你直接加入我的行列 我直接带着你做 带你进 带你出 今天我们的活动 全面两则 今天我们的活动全面两则 你没有听错 真的是两则 什么叫两则 两则就十万的变两万 一万的变两千 这个就两则 你如果没有办法来听讲座 我希望你还是来啦 因为来可以学到东西 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来的 今天全面两则 今天全面两则 零和宴帮你的心是不会变的 零和宴帮你的心是不会变的 报名专线 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 祝您操作顺利